我覺得這一次你可以看到的有司法案件 但是也有眾務官個人的私德的問題 就以現在的檢調所偵辦的案件來說好了 其實民進黨都是其一的標準 那就是尊重司法誤往誤重 不會像在野黨有一些陣營 只要是別人敵對的陣營就高分貝 但是如果遇到自家人的時候 就說死法已死 所以司法活著還是死著 好像是變成在野黨眼中到底是辦的是哪一個陣營的人 但是我們都是同樣的一個標準 那麼至於在野黨在面對這樣的司法案件的時候 也開始不斷的放話說 哎呀這是民進黨的內鬥啦 或者說是民進黨內部的所謂派系鬥爭等等 我覺得只要是這樣子都是一種把司法當成兒戲 我想沒有所謂的在野黨或者是媒體所聲稱的賴總統的自己人 又或者是派系之間內鬥的這種傳聞 因為這都是把司法當兒戲 有出席中常會的來回應 昨天我剛好有出席啦 賴主席昨天講這句話的時候他也沒有指明到底是在講哪一件 但是很明顯在講呢 當然講的司德的部分就是大家就可以猜得出來啦 司德的案件就是觸犯這樣的一個底線 社會就會去檢驗那政務官嘛 本來司德的部分就主攻社會 大家去做一個檢驗的時候 那我相信在第一時間他也下台 他所以指的是誰也很清楚啦 那主席倒是是講說黨不能去管到你的私生活 但是從黨的從政同志 只要任何人一涉及到所謂的司德的問題的話 社會就要去放大檢驗 所以對黨他是有傷害的 請所有的從政同志啊 就必須要特別去注意到自己的私生活 這個是他昨天有感而發在總長會裡面所提出來 我就把原文這樣子做一個轉述 我反而覺得是現在距離2026還有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這麼早就大家從大選結束到現在 馬上就要連結到地方選舉 其實真的有點扯太遠了啦 那至於說現在檢調辦案 那麼就尊重司法 至於說相關的這種都是預測的行為 我必須再強調一次喔 就是隨便的惡意的連接 或者是把這些所有的事件都放在2026 其實真的太早了 現在才2024年的這個夏天都還沒有過完 其實一切都言之過早 那主席昨天的原話是這樣子啦 當時還沒搞 不用這麼扎手移啦 現在才2024啦 那是2026的事情 好不好 謝謝